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维加,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我是贝贝。 在北美,运动文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它像一种超级胶水,将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紧密连接在一起。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北美的运动文化能够如此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学校的体育课到社区的休闲活动,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在运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快乐。 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过分追求成就,忽略了运动本该带给我们的乐趣。 体育推瓦的现象是否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运动的真正意义。 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燕子,一位具有实战经验的国家二级田径运动员,也是深具洞察力的运动和锻炼心理学博士。 去年,她更通过她的著作《奔跑吧孩子》,分享了她对于运动育儿的深刻理解和实用建议。 相信这期播客会为你带来一些启发、乐趣,甚至是一些行动的动力。欢迎收听。 哈喽,燕子,您好,欢迎来到的播客。 贝贝,您好,四海为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是二级田径运动员,这个发展路径能不能给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时候念田径学校还倒贴钱,因为你要帮学校所谓参加市里边比赛什么的,好像还有伙食补助什么的。 还哪里像现在你给那么贵,在这儿找教练带孩子去, 然后家长接送,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家长也不怎么管,然后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兴趣爱好去做。 其实也不知道是兴趣爱好,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实际上是有那个需要的。 你每天在教室多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你想出去疯跑一会儿玩一会儿。 只是说你念田径把你的那种疯跑,疯玩,给它稍微正式化一点,规范化一点。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也就是想去玩,想去疯,想去释放能量。 就是其实是,其实是人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需要吧,我觉得其实是所有人的需要,现在看来,对。 那天看你的那个书里面,你写着说,运动其实不能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我觉得是对有一部分家长,他会觉得,他如果完全不重视这一方面, 他觉得,那不就是跑跑,跳一跳吗?那其实早晚,大家不都会吗?有谁还不会跑跳? 其实打个比方的话,我现在觉得运动这一块,你就想相当于教育来说。 你说我不接受教育,也可以过一辈子,是不是? 我如果有吃的,有社会福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哪怕在北美,你说福利很好的情况下, 还需要让孩子,还想让孩子去有好的学习,然后进好多学校,有好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可能家长觉得,那我开阔了你的眼界,你的人生的平台不一样了。 你站在另外一个平台,你看到一个,就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你那种被开化的大脑,对不对,接受教育以后。 其实我觉得运动,它是类似的,就是说当你去,有意识地去发展,培养和体验, 我想的话,不光是说对孩子,哪怕对我们中年人自己, 其实你会体会到很多,所谓,我们打引号,额外的,你要从功利的角度来讲, 额外的好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 我书中讲到很多,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所谓强身健体之外, 对孩子,他的社会化,认知,他的心理健康,情绪稳定,人格,这些方面, 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就需要你有意识地让他去通过参加运动锻炼, 然后参加,或者有一个,加入一个运动队友,队友,有这样的体验,来促进吧,对吧。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给他有意地创造这个条件, 能让他有这个体会,就像你那个,哪怕对于我觉得到中年人来说, 你说,我现在,我看你滑雪,对不对,你说,我现在滑雪, 我能体会到那样的快乐,是你,你肯定会有那种那种, 你们不滑雪的人,你是体会不到我站在山顶的那种快乐的,是不是, 所以他提供了给你一个,去拥抱生活的另外一个平台, 让你的生活有额外的乐趣,但是这个东西就很难顺其自然, 你说,我不滑雪,我肯定也可以过得不错, 但是当你有那样的机会去尝试的时候, 或者和家人一起,朋友一起的时候,那带给你的体验, 我觉得是在成年人之后呢,他到老年之后, 都可以一直伴随我们的。 我来北美之前,因为五年前来到加拿大嘛, 你知道运动还行,你就偶尔要动一下, 但没有意识到说,运动能够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好处, 我来了北美之后呢,因为旁边的这个文化, 你知道,就你进入这个环境, 然后我小孩的那些,小孩的同学, 然后他们家长,他们家长也是各种运动, 然后小孩也是,平时就文化课的, 就做作业的时间都没有的,就是各种运动满的, 对,就是我到了北美之后才有说, 我才开始真正地看见运动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有那种很强烈的, 像文化冲击一样, 原来他们把这个事情当看得那么重, 是吧, 自信职听说过, 你看看书,也有看到媒体, 你也会知道说,北美很重视运动, 但是来了这里体验之后, 才发现他们真的好重视运动, 经常会让我时不时地去想, 他这个运动会不会太过了, 就是过了一个平衡点了,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他这个问题它会不会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反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差异在那, 因为其实我们国人的角度, 我们很希望去量化我们的付出, 量化我们的结果, 我们很希望找到一个点说, 如果你告诉我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对孩子最好, 那我就做一个小时, 然后我那不再花一个小时, 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我们其实很渴望这种效率在里边, 找到那个最好的平衡, 我觉得这是我们文化的原因, 我们成长起来, 我们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 我们的每分每秒, 我们都希望把它们付出到那种, 就用到那个刀刃上, 到了北美来以后, 你会发现, 美国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认识, 我觉得它和我们相比的话, 这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个原因, 它在这个文化环境当中, 他们从小到大没有像我们那么高的升学压力, 没有那么高的追求, 特别是在孩子阶段, 那种什么追求效率, 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去刻意的量化说, 我怎么样分配我孩子一天的24个小时, 能让孩子效率最大化, 让他成为一个最好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回答了你的,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它没有那个衡量机制去高考也好, 什么去或者对民校的追求的情节也好, 产生的一个基础, 他的生活父母的期望, 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期望和压力来说, 相对来说要小很多, 这个就间接地造成了就是什么呢, 当他早上9点钟上午下午2点钟, 3点钟回来以后, 剩下这半天干什么的问题, 剩下这半天干什么的问题, 就涉及到他的体育文化, 是不是, 其实大家都说北美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如果你不去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去支撑你的话, 对孩子和家长可能都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文化基础吧, 你想一想, 我经常在想像我们在, 我在美国东北部, 你也在加拿大, 那么漫长的冬天, 那么无聊, 大雪纷飞, 什么也不像中国人餐馆, 什么KTV开的, 他们就很会安排, 各种联赛都安排在最寒冷的这个季节, 最精彩的联赛马上, 对吧, 超级晚这个周末, 然后你加拿大什么冰球, 所以说他们在漫长的冬天都有一个, 那么每个星期都有期望的事情, 你过week day的时候, 美国人他就期望着, 我weekend我要去看一场球, 或者说我孩子weekend会有一场比赛, 他就变成了一个连接这种社会和他种连接家庭的这种一种, 一种生活方式了, 所以用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之后, 体育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他, 家长为什么愿意让小孩从小, 因为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家长小孩就是为他自己父母这样长大的, 就是那两三点钟之后不就是应该去参加, 去做一个运动吗, 这是他们的爱好, 就是文化也是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负担, 可能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选择, 当然你说肯定也有小孩子说, 我喜欢上个数学班, 那可能相对美国孩子来说比较少吧, 做了一天教学以后, 他们都会选择去释放身体, 做身体活动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 我一直也在思考是, 真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问题吧, 就我刚才听下来, 一个是可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们推体育的这个动机, 已经跟我们这种亚洲人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人, 他只要都会有那种,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体育能出城, 因为那种父母那种, 如果孩子能踢个比赛, 进个球, 或者入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club, 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骄傲了, 这个点上我觉得和中国家长是一样的, 那我既然花时间, 我就想让你出点成绩, 哪怕我觉得中国家长有些时候, 希望孩子是不是能有通过体育特长, 拿到大学的名校的小金, 进大学的这种运动队, 我觉得美国家长也是有这样想法的, 他们可能这样的想法会更强一点, 我跟那个朋友他那就是已经打hockey, 打到审赛很厉害了,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拼, 他说他的原因就是想要小孩拿到奖学金, 对,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这是人的通信, 父母就愿意让孩子希望他能出这个成绩,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更容易放下比我们, 其实很多家长, 他你去, 我跟我跟我美国同事聊一下, 他们其实, 他们真的是很热爱, 因为他们很热爱, 花这个, 觉得他看中这个过程和体验之后呢,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 没有我们那么大心理落差, 我觉得华人家长的话, 我们会有心理落差, 觉得如果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尽限, 然后如果孩子没有在体育上给我所谓的回报, 打引号, 什么拿个奖学金, 拿个什么小奖牌, 他会觉得有很强的失落, 或者说在想, 是不是值得这个事情要继续干下去, 我觉得美国家长可能在这个事情上, 他能更容易放下的原因是, 他可能更看得到孩子在这个, 通过这个事情的成长过程, 还有就是也本身这个事情可能给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很多乐趣, 所以我觉得好像他们在这个事情上过分就焦虑的点可能比华人好一点, 当然顶尖的那一部分肯定还焦虑, 也就是说能去大学啊, 去拼那个大学的scholarship啊, 我之前听那个那些所谓的精英家长, 培养精英体育的那一块的孩子, 我发现美国家长也是有很拼的那么一小群人吧, 金斯塔上, 但是我觉得普罗大众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在乎的所谓的一个投资回报在这个上面, 对, 我不是去年一年开始运动吗, 其实我前面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体会过运动的那个好处, 然后我去年一年开始运动, 我就有一种那种老来得子的喜悦感, 你知道吗? 就是中年了, 然后突然找到一个就各种喜欢的这种运动, 特别是户外运动, 然后这个过程让我很快乐, 我就不会在乎说我后面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这个过程让我特别快乐, 然后就是去年一年之后, 我的这个对小孩的这个体育推华上, 心态改变特别大, 就是以前我会说, 哎呀, 我多出时间精力, 我搞点东西, 那我不是浪费我的金钱吗? 但是我去年一年之后到今年, 我会觉得说, 就我能想到我在这一年过程中获得的东西, 其实已经远远超过我能期待的东西了, 真的就是我其实在书里一直想传达的一个信息, 因为体育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很多好处是很难, tangible, 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你如果不留心, 不去思考, 然后其实你平时很难意识得到, 你会去, 你的直接的信息反馈是那个tangible的东西, 就是成绩, 所以所有的家长在开始阶段的, 我觉得一般的心态就是我会抱着很高的期望, 我会很在乎孩子的那个成绩那点都是, 就像我经常打比喻, 就是说那个儿子游泳嘛, 他其实也成绩, 我也经常受打击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 他在一百公里外游泳, 我就实时在这游玩, 我就看到成绩了, 因为他现在那个APP, 他能实时到很快吗? 你就是那种实时的刺激, 这个游得好, 游得好, 又减了一秒钟, 或者今天这个怎么怎么落后, 感觉你的那种情绪都被一百公里的外的, 他的遥控, 哪怕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比赛,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 你一定要通过那个阶段到一定level, 就有些, 我说有些或早或晚, 你都会在成绩上躺平, 像比如说他成绩不是很好的话, 你会躺平的早一点, 我说我不会期待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成为菲尔普斯, 不会, 但是呢, 我会注重开始, 当我放下他成绩的志念之后, 我会再开始思考和观察, 他过去参加游泳训练, 然后带他去比赛, 这个过程当中的他的成长, 他的得失, 他的收获, 他的总结, 其实这才开始我觉得是所谓慢慢走上到了, 当然, 有些加上成绩好的, 我就说那其实就是怎么叫或早或晚, 因为运动这个事情是上不封顶的, 就是, 你是永远都会走到下一个level, 都会发现, 不管你现在, 你觉得你在你和你身边的人比起来你有多强, 走到下一个level, 你会发现你会被其他的人暴击, 所以经常我在小红书或者其他的平台看到那些家长很失落, 说儿子以前是多么优秀, 还是多么优秀, 到了这个比赛或者到了这个年纪阶段怎么不行呢, 我觉得或早后晚就有这个过程, 通过这个纠结, 放下对成绩的志念之后, 就是说不是说你不在乎, 就是说但是你把它看作你唯一衡量这个事情的标准之后, 你会慢慢发现去观察到他其他的成长, 然后也会去想通过这个事情, 你还觉得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得到那些成长的养料吧, 我觉得中年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现在, 因为我也滑雪, 我也是在菜鸟阶段很enjoy每一次小小的进步, 那是因为我们放弃了, 我们又不去参加比赛, 是不是我们和小伙伴儿, 我们就会觉得周末一个星期的工作结束之后, 能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去玩一玩, 然后还能拥抱自然, 然后有一个兴趣, 还能呼朋伴友一起, 还能为自己小小的一点进步, 我看你滑雪一点进步你都会很雀跃, 这就是生活中很重要, 你说除了我们中年人那么多压力之外, 其实这是生活中很难得给我们身心这么一个很好调节的一个事情, 所以,对吧, 通过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在传递的这个思想, 就是说你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打引号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要看到路上的风景, 其实那个才是对孩子, 对哪怕我们中年人, 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目标其实肯定也还是要有, 但是说那个不是唯一的一个衡量标准, 我们现在把重心放到这个过程中, 去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看到过程中的进步, 对, 而且还有目标你说的非常好, 然后其实目标我也经常就是说分享的, 就是说这个要和自己比, 不能和要纵向的和自己比, 不能回向的和其他人比, 特别是对孩子, 为什么, 对孩子来说的话, 你和其他人比, 就很, 你的焦点其实是在别人, 你关注的是别人, 然后你总会觉得我的rank今天是怎么样, 是多少名, 或者说我今天是不是赢了,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他天生的就是这样子, 他就想赢, 而且家长也会reinforce他, 你赢了我们就给你补涨, 奖励你多少钱, 带你去玩, 而输了呢, 我们就安慰天下, 没关系, 下次会, 他对这个事情很在乎, 在乎呢, 你要双向的看, 有可能是好事情, 对吧, 因为他会更努力, 他会, 你会motivate他说, 因为我想赢, 所以我要更努力, 但是其实这个赢也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 他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面, 就很难有一个我说的成长型的思维, 什么是成长型的思维, 就是说你要看到自己的进步, 然后怎么样通过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打败别人, 为什么我女儿非常搞笑, 她说, 她下象棋, 她经常出去比赛回来, 她就会输, 但是她在镇上自己的和那些所谓我们说菜鸟, 很intro level的人比她就会赢, 她就说我不想去下那种很难的比赛, 我就想在我们家门口下这个很简单的, 因为她能赢嘛, 对吧,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成长型思维了, 她的简单的目标就是说我要赢你, 而不是说看到自己, 因为我们的核心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你自己能进步, 然后对吧, 这个事情能锻炼你, 其实这个思维很普遍, 因为很多优秀的运员, 她也有那种思维, 她就觉得今天对手太强了, 或者说我今天运气不好, 或者今天裁判不公平, 你就这种心态就非常的不利于你继续在搞这个事情, 但是你如果用和自己比的这种成长性, 你的关注是你自己, 你的关注点永远, 因为外界的因素不受你控制, 你的关注点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会想我自己今天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我应该下一步继续做什么, 你一直你的满足感, 你的成就感, 你的掌控感都来源于自己, 而不是来源于外界, 这个是其实很难的, 我觉得就通过孩子参加各种所谓的比赛也好, 出去和其他交流也好, 家长应该去着重培养的, 就是一个是不要过分的强调输赢, 就追求成绩是没有错的, 我说今天成绩是多少, 我们定个目标通过你的努力能进步多少成绩, 但是呢不要过分强调输赢或者名次, 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 不是一个成长性思维, 也不是受孩子完全能控制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对目标的设定上也是, 家长一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把那种, 这种成长性的思维去传递到孩子的身上, 让他focus到他自己的技术上面, 这个特别好, 因为我小孩他也是有参加游泳嘛, 也去游泳比赛, 然后你刚才讲到点, 其实我想你再给我一点建议, 就是你讲的那个我都懂, 就是成长性思维, 然后要注意自己个人的这个跟自己比, 有没有进步, 但是你知道, 就当他去比赛完了之后, 不管他赢了还是输了, 但是说出来的话, 感觉就没有那么成长性思维, 你知道吗? 就你刚才说的, 比如他赢了, 他棒了, 你赢了, 其实这样子, 其实就很注重这个结果嘛, 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 你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对家长的一个考验不是吗?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说你打个具体的, 比如说建议, 你不要单纯的表扬, 说今天好棒, 或者今天真的是没有好, 你把他做的好的事情, 你就挑两个出来说, 比如说你今天游的, 比上一次进步了两秒钟, 不一定是成绩的, 不一定是, 有可能他今天成绩退步了, 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儿子不是去这段时间, 这半年, 我上次跟一些人分享, 我说给你们讲做钱的同时, 他正在游泳, 然后我看他成绩一直在退步, 我说你知道这对很大的打击, 因为就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为什么成绩才退步对不对? 然后你调整好心态, 那时候我先生带他在比赛, 然后我先生其实在成长型思维上面做的比我好, 哪怕他不是学心理学的, 或者运动学, 他说他今天成绩退步了, 你回来不要批评他, 你首先看到他做的好的地方, 比如说他今天跳水跳的就比以前好, 他的入水比以前好, 哪怕他成绩退步了, 那回来我们先问一下, 你今天跳水跳不错, 你今天怎么做到的, 你是怎么想的, 总结一下, 对不对表演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 成绩退步的原因是什么, 要不要分析一下, 要不要给下一次跟教练沟通一下, 或者之后训练你要注意一些什么, 对吧, 就我们把这个好表扬, 让我们给他具体化, 然后那个进步的建议也可以给他具体化, 所以这话我们就不用, 不用再关心那个成绩, 哪怕比如说我女儿下乡棋也是, 我们就说其实输赢, 我们每次都说输赢不重要, 赢了你不要把他踢上去, 输了你也不要, 因为这个就完全是你对手的水平, 但你就看, 我们就来讲讲你今天的棋, 你就开局怎么样, 你终局怎么样, 这个你就把他的思维就内化成到你身上了, 所以这样的表扬可能比单纯的你好棒, 可能会对他的帮助更大一点, 更有意义一点, 那你去比赛之前, 你会给他们聊一下, 做一下心理建设吗? 心理建设, 其实在他们这个level, 我经常说, 美国, 就是说北美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 哪怕是很小级别的比赛, 他都做得很正式, 给你营造出了一个, 你感觉你在看奥运会的氛围, 很紧张, 我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实际上他做得很好, 是不管你什么水平, 你都能找到适合, 他们游泳不是还有几个级别的比赛, 就是你成绩好了不能来吗, 就是专门给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就是让你在这个里边去寻找那种自信心, 那种成就感, 那对孩子很重要, 他们其实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好, 对吧,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也不是高水平的比赛,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心理教练, 我觉得你家长作为心理教练的角色, 是贯穿于生活当中的, 对吧, 或者是训练当中的, 你如果平时经常给他灌输这种, 这种focus到自己的这种成绩上, 就是说怎么样去想自己的训练, 动脑筋这方面来换, 就不需要太多的给他的压力, 说一场比赛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是特别重要的比赛, 我觉得还是老化, 当年我去跟中国设计队的心理教练, 老天是个刘师慧老奶奶, 我说你们去奥运会那跟队半年一年, 主要就是核心培养什么, 给他们教什么运动, 因为我自己也教运动心理的课嘛, 我说你们主要是在培养一些方面, 他其实就一点特别简单, 就是忘掉输赢, 然后想自己的技术, 这句话好简单啊, 可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呢, 特别是在那个水平一高, 比赛一重要, 特别是像射击, 你稍微心里浮动一点点, 手一抖, 那成绩千他万别, 对孩子我觉得家长其实也是一样的, 当然就是说你把你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 你想一想动作, 然后想一想今天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你把它想一遍, 脑子你过一遍, 然后自己去试诗, 他做完了以后, 做得好的, 你表扬一下, 提出来做得不好的, 你总结一下, 就这个环境, 我就说因为他没有那么在乎真的最后的成绩嘛, 所以我觉得把它看作一个过程, 然后你就只有得没有诗, 对, 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时, 你是做田径运动员的时候, 你比如说参加比赛, 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菜的田径运动员的, 但是我觉得挫折的体验, 是对孩子成长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这个话听起来很心灵鸡汤,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孩子如果是没有, 就是含着金汤勺长大孩子, 没有挫折感的孩子, 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成绩,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到后面工作学习都是很残酷的, 你有很多失败体验的, 你与其让他在其他事情上有很多挫折体验, 去受到打击, 或者甚至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 其实最好的时候挫折体验的地方, 就是在通过体育过程当中, 我女儿前两天还哭了, 就是那个他参加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这种比赛, 连比赛都谈不上的那种, 他就没有下得特别好, 他就本来一局赛结束了, 不是应该握手吗, 然后说good game, 然后他就受不了了, 拿着包包就往外面冲, 然后就哭抹眼泪, 然后我就笑着就追出来了, 然后我们每次, 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了,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谈, 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做礼, 然后我们就跟他举例子, 我说那个象棋那天那个谁, 中国那个经历人不是得了一个冠军, 然后安排为胜就已经要输了, 在什么一场比赛, 最后还剩几分钟, 马上就要输了, 但是别人走了个臭棋, 然后他就硬擦然后最后就赢了, 我说那个对手, 他那个对手, 马上几百万美金都要到手了, 世界冠军的title就要到手了, 突然走一步臭棋, 全世界在中国, 其实让很多人看, 非常有风度, 在那一瞬间他知道自己输了以后, 有微微的表情, 然后依然站起来, 然后祝贺对手, 然后给人家, 然后我就说你看看别人, 我说你应该怎么样做, 那跟他谈完之后呢, 我自己其实也在想, 其实他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没有哪个小孩子天生就有那么大, 所谓的大降风度, 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 那么好的承受能力, 对不对, 但是呢, 通过这种失败的体验, 挫折的体验, 他不会, 对吧, 你再好好的引导他, 他能更好的认识自己, 能更好的知道自己的位置和, 怎么样去面对以后的这种情况, 所以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 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那么多的, 对心理, 运动心理这块其实是很新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几十年, 可能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 我想说的就是说, 哪怕你觉得你不能给孩子很好的, 所谓心理调整支持, 我觉得你家长能做的就是说, 你陪伴他, 你充分地陪伴他, 你觉得你给出, 那不是古艾丁的妈妈说的吗, 我经常用他们的那个对话来举例子, 是不是, 你充分地陪伴他, 然后呢, 你给出你自己真诚的建议, 你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这样, 哪怕你觉得你并不是最专业的, 然后你尊重他的意见, 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然后呢, 在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喝彩, 当他frustrated的时候, 你能接纳他, 你能跟他共情, 你说妈妈知道你很frustrated, 跟他一起调整, 然后再来一起认识这个事情, 然后一起再来谈一谈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够了,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个其实心理学, 我觉得做那么多, 不是多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感情上的一个接纳, 和一个尊重孩子, 他自己的一个姻缘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做到这个层面, 就是把那个挫折, 你不那么惧怕失败和挫折, 你看到他的对孩子的意义的时候, 你就不会因为挫折来临的时候, 首先自己hold不住, 孩子还没frustrated, 家长先受不了了在那儿, 很多时候是家长hold不住, 把这个事情讲通以后, 你先自己能平心的心态, 接受他的失败也好, 挫折也好, 然后再去帮孩子来, 其实孩子他怎么处理, 其实完全我觉得大部分还是, 看家长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啊对啊, 所以对啊, 你家长你每天看中成绩, 那孩子就会觉得, 因为他们是很很瘦, 就像你说的, 就是他们也很想please家长嘛, 你家长看中什么, 他们也想达到家长的期望嘛, 对吧, 所以如果你家长就放不下, 或者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期望的话, 孩子也会感到很大的压力, 他会在这个事情上, 他会觉得我是在为, 慢慢的会, 我是在为父母来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为了迎合父母来做这件事情,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放下, 放不下的问题, 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 比如像你有运动员的经历, 然后呢, 现在又是这种专家教授, 又出书关于这写运动方面的, 你这个放下的过程, 会不会比我们这种普通人会痛苦一点, 就是因为你会有那种高的那种期待在那里,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状态, 没有期待, 没有期待, 我希望的期待会有, 但是你是要说, 从说更高远的, 因为我说了, 我本来不是优秀的运动员, 我其实就像刚才跟你分享呀, 我回想过去, 我觉得当运动员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就很好玩, 他是一个让我在那个年代压力, 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能充分释放自己的地方, 然后我就特别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因为也经常接触其他身边的人, 有很优秀的运动员, 所谓我们用行话来说的话, 这句话可能会比较夸张, 说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 就是说你如果还是那句话, 老看着成绩, 说我想运动成绩怎么样, 你会慢慢发现, 这个我们经常说90%是靠天赋, 可能比90%还要高, 真正的警戒运动员, 就是老天爷赏你的饭碗, 然后你自己有那样的环境, 有不同的支持, 那样的参加, 很早开始训练的那种环境来促就的, 要真正说努力和刻苦或者推的话, 我觉得这个推运动成绩, 比你想孩子推清华北大哈峰马省, 这个都还难多了, 因为他有太多太多, 特别是北美家长, 他对孩子运动的那个支持, 我觉得比我们华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是说你要往到那个方向想的话, 太难了, 基本上我觉得你终究, 你就会一直生活在frustration当中,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成为顶级运动员, 那天赋其实是占得很大, 绝大一部分, 老天爷的方式, 但是如果对于普通人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自己优势在哪里, 就是很幸运, 找到优势在哪里, 然后再配上一定的努力, 成为中上运动员的可能性, 是不是很大, 就看你怎么样定义, 我就这样跟你说, 就如果你想进北美高校, 当一个高校的随便什么级别, 高校运动员, 其实蛮容易的, 我们学校一个private college, 我们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运动员, 儿子的游泳教练经常都说, 美国一千多个高校都有烧运动队, 你如果愿意继续游下去,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享受那个运动员的过程, 他们享受那个去训练, 然后比赛的那个过程嘛, 然后说你如果想去高校, 其实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其实最后你要综合衡量, 因为华人父母总会不理解, 我们经常有学生说, 因为我们学校冰球很好嘛, 有经常学生说, 我如果能来, 你学校打冰球我, 什么哈佛怎么肯定不去, 因为他们体育其实并不那么强, 这对我们华人家长来说不可理解, 你怎么可能因为这个来选择你的学校呢, 你要看到这个学校的名次, 是不是你对你的职业发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想在享受这个当运动员的这个过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饭大多数, 你可以吃到你读到本科, 当然结束以后你说那个pro那肯定就不行了, 我就跟你说那绝对是, 那不是通过努力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继续的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一般人回到你那句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找到一个自己还比较, 还玩得不错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通过你很早又开始接触, 然后一直都在训练, 找到一个, 那队伍也有很多级别嘛, 是不是你不去最顶尖的那些, 最强的体育院校的那个运动队, 找一个能适合你的运动队, 你还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话说回来, 这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孩子或者他们家长觉得最适合孩子的一条路呢, 因为我还是想分享的是, 如果你只是想体会那个过程的话, 你不需要去高校做运动员, 你其实一直都可以参加, 通过参加club, 北美那么多各种各样的club, 运动club来享受这个, 去有队友一起训练啊, 一起比赛啊, 一起练习啊, 一起进步, 你要把, 就是说不质念于所谓那个运动员的标签的话, 这个项目, 你喜欢的这个项目是可以一辈子去做一辈子的, 那个打网球的那个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我看八十岁的人他们都还能去打那个, 那个业余级别的比赛, 你说他是不是运动员, 我觉得这个很难贴标, 就贴这个标签了, 在我看来,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运动, 你一直在做, 你也很喜欢, 然后你, 使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给了你很多乐趣, 你就是运动员, 你不用去在乎说你是不是那个级别的运动员,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还是对很多人来说, 我觉得除了天赋, 还要有机缘巧合, 很多的因素, 天时地利的因素, 你可能才会把你推到一个所谓, 有光环的运动员的这种位置当中, 我身边也有见到很多以前说好有天赋, 然后青少年得了什么什么网球世界冠军, 然后什么什么的,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 不行, 过两年这个体育这个饭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今年还可以特别好, 然后一两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怎么突然一下子身边鼓励墙的人又很多, 就这碗饭能真正端起来, 能端稳的人, 太少太少太少了, 你刚才想要说这个高校做运动员这条路, 这个你能给我扫一下忙吗, 就是这条路, 就是以运动员的身份招生, 把学校招进来, 相当于以前我们国内那种校队学, 体育特长校, 对, 我不知道加拿大, 可能北美差不多, 像在美国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大学, 它当然分NCAA的高校体育, 北美体育高校联盟, 它有一级大学, 二级队伍, 三级队伍, 然后其实每个级别的运动队, 它都有自己的项目, 然后它每个队也会招运动员, 然后根据它那个队的学校的资源, 会给或多或少的奖学金, 当然我们说最出名的, 那肯定加拿大你们就冰球, 美国就是赶赶球, 对吧, 那你, 你那个, 因为它是赚钱的一个项目, 门票卖挺贵的, 所以你成为它的运动, 也就是一样的, 就是选拔跟教练沟通, 然后选拔参加他们的面试, 然后谈奖学金, 对吧, 除了橄榄球之外, 篮球, 反正就是那些比较, 像我们队的话, 学校挺小的一个学校, 我们也有二十几个队伍, 然后, 而且这些队伍, 因为有那个Title 9, 必须是, 你的男队和女队, 必须是一样的, 你不能只有男子项目, 因为男子项目会比较受欢迎, 对吧, 它经济性更强一点, 这个也不是说什么bias, 它, 但是因为它这方面做得好, 所以其实女孩子也是一样的, 它女孩子的运动队也会有那么多, 但是并不是所有运动队的奖学金, 都是一样的, 它赚钱的, 就像橄榄球的奖学金, 会给的很多, 然后可能其他的会少一点, 所以每个高校也不一样, 但总的来说, 其实它就像你说的, 就叫相当于, 你知道它体育特长生也好, 像有些学校的话, 它可能对运动员的学习文化成绩要求就蛮高的, 你可能去哈佛MIT当运动员, 它可能给你所谓的降点分, 降一点标准, 但它对你学习成绩要求还是蛮高, 可能有些运动队的话, 它就有些学校的运动队, 所以它会就更看重你的运动成绩, 可能对你其他的方面的标准就会稍微低一点, 当然对, 因为现在高校学费很贵嘛, 很多家籍的负担, 所以大家都会想到, 那如果你能成为高校的运动员, 就再好不过了, 这是又是名校, 然后又能奖学金, 还能满足你当运动员的那种光滑, 他们这种进去之后, 除了平时训练也是有文化课的, 要上课的吧, 对, 他们其实必须还有GPA的要求, 你必须课要什么及格, GPA要达到某一种标准, 然后不然的话会面临失去什么你的 scholarship呀, 这样的方式, 他们也是蛮抓那个文化课的, 对, 对, 它其实是一个整个联盟的要求啦, 当然他也会意识, 他不想就只培养一个, 因为其实大家都清楚, 这样高校的运动员, 我没有具体的标准, 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屈指可数, 美国高校几万, 十几万, 几十万的高校运动员, 最后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职业运动员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们, 其实这是这个文化, 这个过程很重要, 这个, 这个, 其他的学生, 很多美国人选高校也是说, 这个学校有没有体育文化, 他的运动队是不是强,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当然大家为什么他能NCA, 从另外一个层面能提这样的要求, 他知道你最后你全部都还是会成为普通的人, 然后去跟其他学生一样, 你毕业, 从事一份工作, 从事这份工作以后, 你可能很难再继续, 特别是集体项目, 如果你像踢个足球, 打个篮球, 你可能工作以后怎么去打呢, 就很难了, 对不对, 你做人项目还好一点, 你可以自己继续去自己练一练, 然后就是说归根结底, 你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他对你的, 还是从各方面都把你像其他学生那样去要求, 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一直有这种想法, 就现在你有到美国来, 你接触了很多所谓科研的成果呀, 或者你自己在高校, 你看到观察到很多, 我刚才说我自己其实是个很差的运动员, 在我们田津中, 你不要觉得二级运动员有特别的什么了不起, 因为其实身边什么所谓一级, 国家级, 健壮级都有, 都有很多, 你跟其他人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你还能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我觉得我的教练特别了不起, 他会说, 他会经常教育大家说, 是那个年代,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你体育中生, 你就把体育搞好就完了, 学习成绩无所谓嘛, 大家反正说, 大家对我这种心态哦, 他就说不行, 然后他就说你们的学习绝对是最重要的, 然后那个不要觉得你好像体育挺好的, 他其实完全看得清楚, 就像我刚才, 他的思维已经超前二十年, 可能到这种北美的这种思维, 你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那你现在练田径是你对你们很好的成长经历啊, 我们花时间训练, 然后让你去体验这个过程, 很重要, 但是你们把你们其他的事情全部都做好, 千万就学习, 常不能拉下, 所以他能看到这一点, 能所谓说打消那些, 所谓觉得自己体育还不错, 然后我其他方面就可以, 因为都有那种什么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这种刻画印象在里边吧, 对吧, 然后呢也不会因为你说好像你体育成绩差一点, 然后我就瞧不起你, 或者我就觉得你不怎么样, 他能看到的是作为一个, 虽然是一个田径教练, 但是更多的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的就是说, 家长也可以见得就是看到这个事情, 对孩子成长的一个好处, 然后这样去引导他, 你讲这个就让我想起, 很早以前看到那些新闻, 比如说像国家, 就他们比如得了冠军, 然后后来出来出社会就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什么事情重点, 这些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吧, 我以前在学校, 我记得我本科的时候, 当时我还去那个石柴海体校去, 所谓的实习, 或者我就去看了半年, 就看他们, 就那个时候体校, 其实就是所谓专业也对了,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科, 但是其实被挤压的特别少, 这个是体制上的一个问题啊, 也受到了很多, 客观的说受到了很多批评, 就是我们奥运得那么多金白, 这个问题可以聊很久, 但是简单单的说, 就是选一批我们觉得有前途的运动员, 把他们圈养式的高强度, 圈养式的训练, 然后去让他们出成绩, 然后去和其他国家的女员比, 我们成绩好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全部都投入在这个上面了, 但是其实往往我们发现, 他的弊端是有好几个, 比如说运动员最后完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没有工作, 因为他的学位很多时候就挂职学位嘛, 给你挂一个什么大学, 给你一个文凭, 然后你真正的去面试, 或者真正的去工作的时候, 你如果少了那个实际的知识, 其实我一直在书里说, 运动对孩子的心理和社交, 和他的处事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但前提是你要也有跟其他人一样上学, 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最好的是这样结合, 那回到你刚才说, 如果你长时间像所谓的那种专业队, 或者举国体制出来的运动员,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画饼嘛, 怎么叫画饼, 就会教练会跟你说, 我觉得你很有前途, 你能不进国家队, 你省队, 然后很早就能拿工资, 因为很早就开始是那种体制内嘛, 就给家长画这种品嘛,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我那时候跟那个, 我还记得, 我跟那个时差还起到, 他们羽毛球队在聊, 其实他们也很frustrated, 就是都会觉得自己, 一直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要进国家队要走, 最后你会发现, 哪怕你到了黄尘根脚下的专业队伍里边, 你离世界冠军, 还是隔了很长很长的距离, 还有很多很多人在你前面,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我退役, 他们就会纠结, 不退役, 练不出来了已经, 其实也就是18岁, 退役, 不16岁其实, 退役, 退役干什么呢? 你要我去大学, 我连续的知识都没有, 对不对? 还有一个弊端,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 这是后院的纪念, 其实运动, 你不要觉得是一个, 只有只靠天赋, 或者怎么样的事情, 我当然说天赋, 其实包括了你身体上的天赋, 你这个东西, 你就是pick up快, 你的感觉特别好, 你就能很快的上手, 还有一个天赋, 是我们平时认识不到的, 就是你自己的, 你的学习的能力, 你坚持的能力, 有一种天赋叫, 刻苦也是一种天赋, 我能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把这件事情做下来, 还能想清楚怎么做, 这也是一种天赋, 你说的其实是那种软实力, 对, 最好的运动员, 就是身体天赋也很好, 然后他的脑子里的这个天赋也很好, 是不是? 我们发现其实学习对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就是像正常人一样, 你去, 对他们很重要, 我们就发现, 就是真正你说来自欧美国家的, 所谓的, 不是这种专业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 他在这些方面就要强很多, 因为他也有其他, 普通人学习这一块的路, 他的大脑接受的训练, 就有很多这些所谓的, 我们在学校里培养孩子的这种思维的训练的那些方法, 他能更好, 真正在顶尖以后, 他的这个经历, 其实对他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 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所以几年的运动员, 真的不是在那个炉子里, 每天这么练单一样练出来的, 这样其实往往不能成为这几天的女人, 是不是, 所以这就回到你最刚才的这个问题, 其实最好的还是说, 你走一个正常的, 还是要全面发展, 对, 全面发展, 包括运动一样, 我觉得我书里也谈到, 就是说全面发展, 不要认定一个, 孩子就这个项目好, 我觉得能出现, 就使就推着一个, 其实对孩子来说, 早期, 特别是在早期, 让他接受各种的运动, 更广一点, 他其实是互相促进的, 推养他各种各方面的能力, 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能慢慢筛选出, 孩子好像在这个上面, 其实是他最有所谓最有天赋吧, 相对来, 他自己来说, 他可能最enjoy, 最有天赋, 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支持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比较less stressful的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途径吧, 比较健康的途径, 就没有那么stressful, 对不对, 因为常常家长也会说, 孩子我就觉得他这个最好, 那他又不愿意练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逼着他练, 然后孩子很抵触, 然后就搞得一个, 变成了一个好像很, 一个家庭纠纷一样, 好像孩子也有一个抵触的情绪在里边, 其实不要, 因为就像我刚才如果说的那么多, 你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能看到这么长远的话, 你不会纠结他说, 是不是一定要在一个项目上, 深挖横挖的那样去推, 其实我们发现, 尝试不同的项目, 其实对他的运动能力, 或者对他综合来说都还是, 因为他接触的不一样嘛, 集体预行项目, 个人项目, 身体对抗性项目, 非对抗性项目, 各种各样的这些, 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更全面, 更好的, 当然也不是说让你同事报好多项目, 并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说不用, 就在你自己家庭条件合适的范围之内, 能知识范围内, 那你可以有一两个项目, 特别是他没有学习作业的时候, 那可以做两个, 好像都可以, 好像有些人做三个, 但也没有必要搞五六七八个, 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调整, 他还搞了一年这个, 我觉得有些时候兴趣, 就跟那个对上眼了一样, 我就是这个人没有感觉, 我就真的不喜欢练这个, 你为什么要逼我, 虽然你觉得这个好像你很喜欢, 为什么要逼我, 家长要把那个心态放下, 是不是, 我们都想让孩子, 我给你选一个, 我给你选一个, 我觉得这个对你好, 其实还是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管怎么, 然后他如果想换其他的项目,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有个经验,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这个小孩, 他没试过, 像我的小孩, 比如没有试过一个东西, 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然后可能第一反应会说不喜欢, 然后呢, 我会说那你就先去试一下, 试个三个月, 或者试个半年, 然后不喜欢了, 我们就停, 可能会喜欢上, 但有些发现有一个, 他们就是玩着玩着, 就真的喜欢上了, 对, 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是很好的, 因为你有些时候报一个班, 他经常就一学期一学期的嘛, 你不喜欢, 你尝试一学期, 因为这个东西很快的, 不需要很长时间, 他就能, 因为喜欢来源于很多方面, 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我就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好玩, 对不对, 那其实在这只是第一个层面的, 还有层面的就是说, 所谓的喜欢就是说, 我觉得好玩, 就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是我觉得, I'm good at it, 就他去会发现, 虽然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怎么我一玩, 而我就成为儿童对理最好的了, 我那个感觉多爽, 对不对, 那种, 这就是天生的一部分,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教练也喜欢我, 出去我也能, 我也是为对理最好的, 这个也喜欢, 这个喜欢没有问题啊, 你这个东西也能支持你, 去继续进步, 然后去enjoy这个事情, 这个就叫I'm good at, 对不对, 那更深一个层次, 就是说, 在这个基础上, 家长需要继续去培养的, 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好玩, 然后我I'm good at it, 那怎么样去让他feel, I can be better, 就是我能持续的进步,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就挫折来自于, 我觉得还行, 但是经常家长都不愿, 哎呀, 孩子练了好多年, 怎么还这个水平, 然后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挫折, 对不对, 这个肯定孩子也感觉得到, 然后家长也能感觉得到, 那这个东西我就不展开来说, 因为你说, 为什么这么几年没有进步,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可以大家去看看, 翻翻书我的这个书, 那其实这是很常见的, 就换句话来说, 不管你有多好, 你的运动成绩最后会稳定在一个水平, 对吧, 它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和增长, 它的那个速度会慢下来, 最后稳定下来, 那你大家都会在某一个时候, 某一个年纪说, 所谓的放弃, 我打引号的放弃, 就是说我放弃对成绩的追求, 我放弃成为所谓的一种运动员的标签的追求,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又回到刚才聊的话题, 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可以继续的, 我觉得我不用每天, 每个星期去五次游泳了, 但是呢, 我作为强身健体, 我可以周末游一下, 或者一个星期游个一两次, 你再去调整这个运动, 怎么样fit to你的孩子的生活, 还有你们家庭的这个生活, 所以其实放弃, 我就不用觉得它是一个好像很shameful的一个事情, 它是某个阶段必定会发生的, 那有可能孩子在其他事情上, 经常有家人跟我说高三了, 高二了, 然后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我说那没有问题啊, 那你就不要每天, 每个星期去四五次了嘛, 你就搞点其他的也可以强身健体的活动, 也有哪怕是上步, 或者家里跑跑步, 跳个操, 这些都可以, 你就不用再去单纯的去追求, 那个像运动员强出的那样的一个训练, 因为它不fit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庭生活了, 那如果当你到大学以后, 孩子有兴趣他想再pick it up, 那他再pick it up好了,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强求, 也不用把那个所谓的那种放弃看的那么, 那么好像很大的一个挫折的一样的一个事情, 有些家长可能比较鸡娃, 他就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顶尽欲怎样,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像那个钢琴家朗朗, 这他朗朗朗的故事你肯定知道, 对不对, 然后他爸爸不是各种就放弃家庭, 放弃工作, 然后猛推, 然后现在变成了这种钢琴的这种顶流的这种钢琴家, 那有些家长会说, 他说那我不行, 他说我就是要成为推定级的, 然后就要用那种方法去推, 你会不会有这种家长的方面? 会有啊, 你讲个故事, 那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也会分享过的, 那个家长推推推, 真的把孩子推到孩子说, 我不想去读那个高中, 我要进国家队, 家长一下子说,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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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还是想让你去读大学, 我只是想让你进到那个大学里边很好的队伍就行了, 我不想让你去进国家队, 其实我说这不是你自己推出来的吗? 你推的时候你想清楚了吗? 你推的时候想明白了吗? 你真正你说好, 我孩子要成专业运动员, 我把其他东西都放弃, 我觉得你如果想清楚了, 你多跟大家去成为专业运动员的人聊一聊, 你想清楚这个路的付出和可能的结果, 因为就像我说的, 狼狼出来是因为还有一千个狼狼倒在了路上, 一万个狼狼倒在路上, 如果只看到了那个金字塔丁的人, 你觉得你会成为他, 你可能会真的会很frustrated吧, 到最后,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了, 你说没关系, 我就要走这条路, 我愿意为了万分之一的几率去拼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尊重个人的选择, 但我觉得你问这个话和我身边的家长当时跟我说, 哎呀,我当时推他呀, 不是想把他推成专业运动员的, 他现在想成专业运动员怎么办, 然后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而且很多家长就是, 我们都有那种光环是, 我们只看到新闻报道或者那种social media给我们的推送, 他就会总是会推送正面的, 对不对, 我们会把那种就像那种幸存者的那个划则一样, 你就只会看到那个幸存下来的人, 那我身边也有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朋友的朋友就说, 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 青少年时期就拿了网球世界那个公开赛的那个冠军, 当时他们就最后也有斯坦佛去拿了一个大学offer, 那左思又想说我最后要去打网球, 结果发现那个路太难走了, 哪怕你青少年就成名, 到最后是华裔小孩, 然后到最后也是发现, 近前世界一百都很难, 还不要说今天就拿世界冠军了, 这也就还是说那句话, 这个你要去把它推成专业的这个路是太血腥了, 我觉得比任何一条路都很血腥, 太血腥了, 太血腥了, 那最后那孩子怎么办, 他还是好像年纪挺大了, 还是觉得他要回来读大学, 那咱去找offer, 当然你说是不是这个过程我就鄙视这个, 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我绝对没有说你当初好像就应该去读大学, 不应该去成为专业,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你如果看准了这个经历, 然后你想清楚了他的得失, 你就去做, 而且又不是没有推诺, 你不行了, 你再回来嘛, 晚几年读书就晚几年读书嘛, 对吧, 我觉得唯一要避免的就是后悔, 垂胸顿足说我当初就不应该这么这么, 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觉得就不应该, 所以最可怕的就是说, 可能家长当下被这个环境影响, 然后要去体力推瓦, 但是他其实没有看清楚说, 未来这条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如果说看清楚了, 然后也愿意走上这种野心的道路, 那其实我还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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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要避免的就是一个是随胸顿足的后悔, 第二个是你没有尊重孩子, 就孩子哪怕你还去帮孩子做了一个决定, 完了你最后还来, 比如说后悔了, 或者是那个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都希望, 因为中国家长更容易,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美国家长也有这种情节的人, 也有不少, 但是书里其实强调的很多东西, 就是说我现在又把这个话题稍微转一下, 就是说与其你去在这种独木桥上去推孩子, 这个就不是独木桥, 就是钢丝, 走钢丝去推这个孩子, 你还不如把这个精力和时间去推自己, 这个话绝对不是心灵章,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孩子打网球, 那你自己也去打嘛, 你不要, 你把你推孩子99%的精力花1%到自己身上来, 我为什么这么说, 你跟孩子这种, 你们建立一个家庭的这种氛围和成就感, 这对你们的家庭这种bonding是一辈子的, 你们老了他都会可以周末回来陪爸爸妈妈打打球, 或者我们说我身边有家长五十几岁了还去学滑雪, 然后我的朋友跟我们一起, 然后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我就说他和孩子有一个bonding在这个里边, 其实孩子最后他能飞多高, 走多远, 很多时候你家长能扶, 就是扶上马, 帮他一把, 他最后我们就说不管你怎么推, 最后他自己推, 或者他自己有没有那个天赋, 有没有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这个都不能控制是不是, 你能控制的是你扶他上马, 然后你自己也能, 我们在日间衰老就中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能去有自己enjoy的这种运动活动, 然后还能通过这个和孩子有一个很好的bonding, 我最羡慕我身边的朋友, 比如说孩子读大学了工作了, 然后呢所谓他们看父母就是说走妈妈我们去哪一起爬山, 或者找一个星期大家一个去国家的公园爬个山, 或者冬天飞去哪儿划一个星期许啊, 就是说这样的长远来看, 我觉得从育儿也好, 家庭生活也好, 我觉得是很很有意义, 很有很有价值, 也是我觉得运动真正的价值所在吧, 它的社会意义, 我觉得其实很很重要, 而不是说我们传统的那种感觉, 说过程节了, 然后孩子回来, 然后每个人都在玩手机, 然后孩子也觉得很无聊, 回来就吃吃饭, 然后家长也觉得好像跟孩子说不上话, 没有共同语言, 所以与其这样不如跟自己, 我一直最后倡导的就是说, 你看到它同家庭生活的意义, 看城市找一两项运动, 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自己也顺便参与了, 然后通过接孩子, 没想到把自己也接得更好, 我经常向我们说, 你没想到吧, 孩子把你也接了一把, 你自己也会滑雪了, 然后完了, 他们现在每个假期都会激滑, 知道去哪又, 又去带着孩子去滑一个星期, 差别无非就是孩子在黑道上, 他进步那个技术很好了, 你还在lower level, 对吧, 但是那没有关系, 他依然很愿意, 依然很期待和父母的团聚, 或者说依然很期待这样和父母的假期, 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运动, 从家庭生活来讲, 真正对我们北美的华人家长, 特别有意义和参考的一个东西, 你怕放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真的会少了很多压力, 就不会像是那种像赌钱一样, 说我今天压这个筹码, 我就希望他那个转盘转到这里来, 然后让我, 对吧, 一夜暴风,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太不现实, 然后呢, 也很大的压力, 而且也是我们不能掌控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有这样的心态去享受运动, 享受这种和孩子的这种帮领, 是我最想传递的一个信息, 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我当时看你那个书的时候, 是另外一张, 就是也是很提醒我, 就是为什么兴趣班不能代替家长, 就是因为以前, 我真的就是觉得孩子要运动, 那就送你兴趣班, 因为有专业的老师带着他, 然后他可以一步往前进嘛, 然后我看到你们, 你那张就发现, 那个只是一小部分,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你通过运动, 经历一个比较好的亲子关系, 这一点是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就最有启发的这一点, 对, 那书是在国内发行的嘛, 当时我觉得北美的家长看, 应该也蛮有借鉴意义, 就是说这就是最常见家长问的问题, 就是我给孩子选个什么运动班, 什么时候选的运动班, 运动班选错了, 怎么样选到最合适的, 会不会选错,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种效率的问题, 我们很, 我们习惯的以这种, 我想付出时间和金钱, 换取什么样回报,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价值最大化, 其实我讲了很多, 就是说在书里边, 为什么兴趣班真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你在送兴趣班之前, 因为很多兴趣班, 它虽然available很早, 它说几个月我们就来游泳, 其实真的是就是一个噱头, 你去翻译的书, 也就讲到给了, 举了很多例子, 在那个之前, 几岁通过生下来, 几个月到几岁, 家长可以做很多事情, 去在生活当中, 不需要你付出很多时间经验, 或者去学习, 你把融入生活当中的, 这种培养孩子运动能力的活动, 还有就是说, 运动班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家长总希望, 我花了钱和时间以后, 你就不要, 你就我省事了, 你就不要再来, 让我再来想这个事, 对吧, 但是实际上完全不够的, 对吧, 运动班我们经常说, 孩子每天, 现在全世界通行的标准, 当然也是北美倡导起来, 就是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 中高强度, 运动班达不到, 你家长送运动班, 你一个星期能送几次, 我觉得北美家长, 有的时候一个星期搞什么四次, 我都觉得游泳打球三四次, 我都觉得其实很高了, 对其实家庭的那种时间上的负担, 接送的负担蛮大了, 生活在车路上, 就蛮很, 那那个时间之外, 如果你完全没有其他的运动的话, 学校体育课也就是一个星期一两次, 完全达不到小孩子需要的标准, 所以你必须在生活当中去想, 我还能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机会, 通过做什么样的事情, 去肥养孩子的这个运动能力, 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运动能力它的本质, 它除了身体上你看得见的强壮以外, 它对它的大脑, 心理上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特别是在幼年期非常大的帮助, 你怎么样去做,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 你可以去送运动班, 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甩给运动班, 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去识别, 通过什么样的年龄送比较合适, 怎么样选择比较适合的, 你对教练和运动队有些什么样的考量的标准在里边, 这是我书里有涉及到的问题, 但我觉得它现在, 比如说很多家长他会说, 我选择兴趣班运动班, 不就是因为我没时间吗, 我没时间我才会把这些甩出去, 对吧, 然后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 大家可能因为疫情以后特别重视健康, 特别重视这种运动, 但很多家长有没有说, 那我没有时间啊, 或者是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啊, 或者是, 我一天工作这么累了, 哪像你们在北美很多当中, 全职妈妈, 运累的都已经累得不行了, 还让我去运动, 那我更累, 就很多会有这种抱怨, 很现实的呀, 对呀, 能理解呀, 就哪怕在北美, 如果像我们这样双职工, 然后又要接送孩子, 要做饭, 也不能, 也没有什么终点工什么的, 是很真实的, 哪怕我自己, 我觉得都很难保证说, 我自己能做到说, 一定每天都能运动上多长时间, 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心态吧, 一个就是说, 它不需要整块的时间, 我书里的后半部分, 其实一直在讲家长自我的一个习惯培养和心态建设, 就是说一个是怎么样不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怎么样是调整自己的动力, 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融入到你的生活, 因为本质上来说, 就是说, 你不需要整块的时间, 或者很一定要在那种正式的条件下, 健身房, 或者跑步机上的那个才叫运动, 或者一定要出去打球才叫运动, 你如果有那个条件和时间, 当然好, 如果当然没有的话,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 我在书里讲的最多的, 我说, 有一件事情每家都能做到, 是什么, 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 放下筷子, 带上你的孩子去小区里, 溜完溜半个小时, 这个事情每家都能做到, 然后我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做, 有很多很多好处, 一个就是他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花时间和精力, 去计划安排, 他一旦成了一个习惯, 特别在国内, 因为都有小区, 美国嘛, 你有些时候还说出门什么, 有车什么的, 我家我现在不想搬家, 就用我们家溜完很忙, 你出门能溜上半个小时, 没有车, 我觉得最好, 这是后话, 他有真的多好处, 你首先吃完饭那半个小时, 你大脑里边没有学业, 你啥也干不了, 学习也不能学习, 啥也干不了, 大多数人无外乎就是坐着玩玩手机了, 或者怎么样子, 你出去, 哪怕那么冷的天, 无外乎多穿一点, 然后呢, 有些时候我们带着狗, 不带狗也行, 你和孩子走出去, 你首先走这半个小时, 就是很好的锻炼, 有些时候可以稍微走快一点, 或者走慢一点, 走长一点, 走远一点, 第二, 这半个小时就是孩子他很好的, 他的大脑得到了更多的供养, 他能休息好, 他走回来, 他能更好安静, 特别像我儿子, 他有多动的问题, 他经历太旺盛了, 每天经常游完涌回来, 我们都还继续到他走半个小时, 他能安安静静地把他剩下的学习工作, 再干上一个多小时, 在他睡觉之前, 对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第二,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 这是你难得一家人可以好好说话的半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很难, 哪怕吃饭的时候, 经常我都很内疚, 孩子在吃饭, 因为我吃得很快嘛, 我五分钟吃完了, 我在旁边玩手机, 我觉得好像不太好, 不应该在孩子面前玩手机, 那就聊天, 聊天看看吃饭, 我觉得出去走路就特别好, 那半个小时, 你有没有手机, 你就看看天上星星了, 聊到今天在学校的事情, 我也跟孩子讲讲我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活动,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很多家长抱怨说, 哎呀, 我们孩子不喜欢走路, 然后孩子不喜欢运动, 我在书里也讲了很多, 就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家长从孩子一生下来, 很多时候他就桎雇了孩子, 他就束缚了孩子, 每个孩子都喜欢运动的, 但是你生下来就给他bundle, 放在car seat里边, 出门都是抱, 出门都是car seat的, 孩子慢慢慢慢他就, 他没有强化嘛, 他就我不想走路, 我不想走路, 我觉得还是个车里在这儿舒服, 那是被你强化的, 你这样去, 你如果从孩子一开始, 一岁能走的时候, 我们就在小区能够站着, 然后完了能走十步走十步, 能走二十步走二十步, 能走一百步, 很快他就能小区里, 就玩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在这个方面上, 我是完全相信所谓的行为主义, 你就能强化他, 然后他会慢慢的, 他就形成那种自我, 我觉得走路蛮好玩的, 挺有意思的, 也能跟我们去hiking, 很早就能hiking挺远的路程, 我不觉得这个是什么基因的, 什么什么, 我完全不觉得我有这方面的, 什么基因给他们, 但是归根结底我想说的就是, 通过散步这个例子, 我就给大家说, 不管你其实多忙, 你其实可以通过一定的计划和安排, 把一个小小的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 而不要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像做饭一样, 文调啊, 买菜做饭, 弄一大桌, 那个才叫做饭, 我觉得运动也是一样的, 你能让你的身体还是舒展, 哪怕我经常没时间, 我就睡觉之前站在床边, stretch五分钟十分钟, 扒断紧就十分钟, 我觉得那个就是运动, 我觉得重要的是, 我有那个想法, 然后我坚持把它做下来, 哪怕就是五分钟的, 我们把这个门槛放得很低很低, 但是呢, 就不要把它忘记, 或者不要把它抛弃, 这就是我的建议, 就是你在书里说的聊胜于无, 就是就算五分钟, 其实慢慢的你变成一个 active lifestyle的一个习惯,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说自己工作很累了, 所以运动会让自己更累, 那实际上, 像燕子在书里面说的, 运动其实是一种休息方式, 很多不喜欢运动的人说, 你这个就是无忌之谈,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不喜欢运动, 你们不了解我工作到底有多累, 对对对对, 我也问我身边的, 我身边有很疯狂的人, 就我们村里边的人, 经常头天跑个马拉松, 第二天又去划一天学, 晚上第三天又去干什么, 我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经历, 他到那个, 到他那个level, 我都仰望这种, 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 我的经历也, 我说我连巴马我都不能跑, 就能跑死我, 好, 那他们慢慢慢慢把自己, 就像那种强化一样, 他们经常会说, 这个就跟那个上瘾一样, 必须要越来越上瘾, 越来越上瘾, 可是你上了瘾之后, 你会觉得一步一步, 好像他自己就觉得好像没有问题, 我慢慢慢慢能做很多, 做到我比我想象的多,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没有上瘾的, 运动对我来说不上瘾的, 它是很大的一个负担的, 这种问题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 你还是, 除了我刚才说的, 你要从最low level的事情, 最低的事情开始, 完了把它融入生活, 就是特别是在国内有这个条件, 你能不行, 你能骑自行车, 你能爬楼梯的时候, 你就不坐电梯, 我经常跟, 如果是我呢, 我只要能找到楼梯, 我就不去坐那个电梯, 你把它融入生活, 这个事情其实相对来说, 是更容易做到的, 比你说我要去健身房健身,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说, 你比如说在跑步机上, 跑20分钟, 你会觉得非常累, 很难受, 受不了, 心上, 因为你身体都不习惯, 你说我长期就是一个不运动的人, 这个东西对我的身体来说, 太辛辣了, 然后我们对这种陌生的刺激, 我们肯定不习惯, 又累, 又出汗, 又揣气, 完了腰酸背痛, 但是这个, 这只是一开始, 我想说的是, 你过了开始的那一个阶段, 你的身体其实会对这个累的认识, 和形成一种习惯, 还有一种认识, 然后呢, 你会慢慢发现, 这就是我发现, 喜欢跑步的人和不喜欢跑步的人, 并不是因为你有天生氛围, 喜欢跑步的人和不喜欢, 很多不喜欢, 喜欢跑步的人都是从不喜欢开始的, 他会发现慢慢慢慢身体对这个累, 他能承受了, 然后会发现, 好像还不错, 他会看到, 他会在内的, 就像那个, 我像很多人说, 他不喜欢吃苦瓜, 或者不喜欢喝啤酒, 因为你一开始就是, 这个多苦, 小时候的人都不喜欢吃, 可是你说我多吃几后, 我会发现, 这个口感还不错, 还有回天在里边, 或者有那种, 有那种更丰富的层次在里边, 其实我觉得, 从累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一样的, 你不要一上来说, 我要去跑半马, 跑一小时, 因为我完全不懂运动, 然后你有时间, 你说我家里有跑步机, 我想尝试一下, 你从五分钟开始嘛, 十分钟开始嘛, 你从快走开始嘛, 你让你的身体去感受累, 去认识我累的时候, 是什么反应, 是我脑子受不了了, 我心脏受不了了, 还是我出了很多汗, 让我很难受, 这个平台期, 其实也就, 我觉得几个星期的事情, 你过了一步, 你会发现, 真的人的潜力, 我现在是对我冲击很大的, 我以前觉得, 运动是要天赋的, 当然我不是在说运动, 竞技运动, 我现在纯粹是说这种普通的, 我说跑马拉松是要天赋的, 跑半马也是要天赋的, 滑雪也是要天赋的, 现在我这个认识被颠覆了, 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就是村里的这些, 就中国朋友, 经常四五十岁, 我会发现他们, 很多人从一开始, 我就见证了一个人啊, 他就是从开始只能跑三公里, 还要走的, 疫情期间天天跑, 然后现在能两天两个马拉松, 就是一个普通的, 我们所谓的中年大妈, 不如跟我们一样的, 我都震惊了, 我后来, 而且他不是读一个, 我会发现很多人, 他们都是这样开始的, 开始说好累受不了, 没有做过, 然后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运动这些事情, 就是特别叫, 就回报特别直接, 你只要每天做, 你会发现, 你的那个运动能力,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纪, 什么起步水平, 他都会持续提高, 然后完了, 他的那个自信心变了一组, 然后他会觉得, 我开始享受了, 就会从那个阶段, 会发现, 我开始觉得爽了, 然后再进入到, 跑五公里爽, 跑十公里更爽, 十五公里, 太爽了, 当然我并不是要强调说, 咱们大家都要去跑个全马饭嘛, 我一直不提倡那种, 过度的一种, 对吧, 因为他其实会伴随着一些伤病, 当然有些人对他来说, 是精神需要, 跑个马拉松, 是精神上的那种爽, 当然对大众, 普罗大众来说, 其实我们就是正常的运动, 有氧的, 无氧的, 每天二十分钟, 半小时, 哪怕十分钟, 其实从回报的角度来讲, 其实就够了, 你愿意在这个上面上做更多, 你有兴趣, 注意到不要受伤, 如果你没有更强烈的需要, 也不需要去羡慕说别人能做到更多, 是不是, 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 这样子, 慢慢慢慢地从一个低门槛, 我觉得就是切记就是一开始抱很大期望, 或者一开始就上来把自己搞得很累, 很发碎的, 你一步一个小, 你慢慢走, 这就是我对美国来了以后, 我这几年最大的认识, 我发现任何一个人, 哪怕完全没有那种天赋的人, 他去划一个血迹的血, 他就能从绿道平平稳稳地下来, 我觉得这不需要天赋, 就像我又回到那句话, 跑步也是, 任何一个你觉得多大妈, 多大爷的人, 他天天就跑, 他就能跑得很fat, 他就能开始慢慢, 这个不需要天赋, 这个是藏在每个人心目当中, 每个人的身体里边都是可以慢慢去发掘, 然后慢慢去培养的一个种子, 以很多人经历来说, 就我觉得运动最难的一个点就是, 从你想不想运动的, 做决定的那个点, 我要去运动了, 哎呀, 感觉有点累, 有点懒, 然后呢就坐在那里, 但是一旦你踏上那个跑步机的第一秒开始, 你后面的运动就很顺, 然后运动完全, 哎呀好, 我怎么不早点做决定, 运动完太舒服了, 对, 你说得非常好, 其实这是我, 其实以前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公众号, 其实这就是一个, 你做完一定不会后悔的事情, 但是呢, 你开始总会在那儿纠结半天, 其实包括我现在,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运动,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经常就是累的时候就不想, 就不想去开启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两点, 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就把平台方向, 经常我对自己要求就是, 咱今天不搞40分钟的, 我们先从10分钟开始, 我一旦的目标, 因为这样你心理上, 你就会觉得你容易去做, 我们就来个低强度10分钟, 然后我把电视开着嘛, 因为就觉得今天挺累的, 然后我就开始看其他的电视, 然后我来10分钟过了, 再来10分钟, 如果10分钟完了, 我不想再搞了, 我就不搞, 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那种心理压力, 因为如果我给自己设定一个, 咱们今天做一个, 经常我也跟网上YouTuber做一下, 搞时间长了, 我就会有启动困难, 还有呢, 就是这是第一个简言, 咱们就从很低的开始, 完了你想再做,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跟那个看那个Procrastination的那个书, 就那个叫什么, 拖延症啊, 这个运动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要去想, 你越想这个事情就越难启动, 当你到了那个点, 或者你心理第一次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 而且你不要做很大的那个事情, 你就从最简单的, 你现在, 你就想我现在能做什么, 如果我现在能去stretch, 我就去stretch五分钟, 咱们五分钟以后, 再来决定我下面要做什么, 其实往往你发现, 当你五分钟做完以后, 你们发现, 啊, 挺爽的, 再来, 再看下, 再用五分钟, 对, 所以我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 跟我们平时怎么样去说, 克服拖延症, 它是一样的, 还有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 我经常就是不想运动的时候, 我明, 我就出门, 因为我就可以散步嘛,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无困难的, 对我来说上跑步机也蛮困难, 去进也很困难, 这个就是很坦诚, 那就是并不是说我就, 你运动圆你就没有这方面, 然后去蹦打四十分钟, 也是需要很多心理建设, 但是我唯一没有困难的就是, 不管什么天气, 我穿上鞋子我能出门, 走完小区一圈就是一脉, 然后我昨天就是我, 我觉得不想动, 然后也不想工作, 就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决定出门, 然后就跟我出去走了一圈, 走完一圈, 马上因为那个运动, 它产生的那个内飞态, 我书里也讲了很多, 那就是直接的, 就跟运动产生的那些激素, 就跟你抗抑郁和他们多动, 吃的那个药的成分是一样的, 只是Level E, 而且是你自己身体产生的嘛, 不是外界给你的, 马上的, 你走完半二十分钟, 我马上就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长期关注我自己的心理, 我就马上觉得我心理能量提高了, 然后我就马上决定我再走一圈吧,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那个你怎么样去关注自己的, 生活习惯和心理, 然后从最低Level的事情做, 然后呢, 就是不想, 尽量不想, 然后就从你, 你觉得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开始, 我们从五分钟, 十分钟, 你没有启动困难的事情开始做, 你做完了, 你再决定你下一步, 你会觉得慢慢慢慢, 你会更容易启动, 还有关于就是说, 大家老师说没时间哈, 在印子老师这本书里面, 有一个方法, 我那天看的时候, 我自己算了一下, 就觉得特别好, 就是你说的, 说每周我们工作四十小时, 睡下五十六小时, 然后呢, 陪孩子十五个小时, 买菜做饭十五个小时, 然后大家把这一周时间, 剪掉这一小时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时间还挺多的, 剩下来的, 我那天就算了, 就算了, 算完之后发现, 时间真的还有好多呀, 我怎么还有那么多时间, 我有这种想法, 最大的时间都玩, 都玩手机呀, 那些短视频, 是吧, 对, 其实做运动心理研究, 其实就是所谓的, 最大的障碍就是, 没有动力, 没有时间, 其实没有时间也是没有, 所谓的没有动力啦, 因为你没有prioritize, 你prioritize, 你玩手机总是用时间, 随地站着走着都在刷, 因为那些事情给你很强烈的短时间的刺激, 然后也很爽, 就像那个上影一样, 对吧, 其实除开工作学习之外, 我们有很多时间, 只是我们没有prioritize, 那其实有些时候不妨偶尔也想一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prioritize, 我能把它上升到, 能上题到哪一个地方, 它能排在哪个事情, 的前面, 对吧, 对我来说, 其实我建议就是, 其实往往想一想, 你每天那个,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不差那20分钟, 30分钟, 所以, 往往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心里的一个借口啦, 对吧, 没有时间, 其实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 我们知道都是有那个时间的, 但是呢, 那个时间输给了短视频, 输给了手机, 我觉得其实对大人来说, 我们对这个事情有意识, 我们可以自己去有意识的控制和调节, 对小孩子来说, 我的其实, 在书里也就是给大家这方面的建议, 你尽量推迟孩子接触那种screen time, 短视频的这个时间, 因为孩子他们也, 对你来说很爽的事情, 对他们也爽, 他们也发现刷那个东西特别爽, 就我们都控制不住, 小孩更加控制不住了, 对, 他就, 因为他的那个正方会太短, 太强烈, 太刺激, 太容易上瘾了, 你把, 你有意识的去把他们拖出来, 对不对, 然后去说那20分钟, 那半个小时, 我们不散步, 我们在家里, 我们做点运动游戏, 或者我们赶点别的, 我经常感叹, 有些时候我经常, 因为我在学校也教那个行为改变, 我说, 因为每个人都说, 我们都有手机上瘾的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就探讨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自己想一想, 你什么时候是, 你完全没有手机上瘾问题的, 我自己想了想, 我说对我来说, 就是我运动的时候, 我去滑雪一天, 不需要手机, 因为没有信号, 也没有时间拿出来看, 是不是, 你也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你其实在另外一个, 让你更爽的事情当中, 你那儿去了, 运动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 你可以用手机听听歌, 但是你不会一直在那儿, 做那些浪费, 比较浪费时间, 也对你深信没有太有益的事情上,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 可能也是一样的, 你把那个生活, 如果你心怀愧疚, 我觉得这样, 我花了, 对, 你把那个找一点时间, 你至少觉得, 我们先去爬个山, 或者我们出去干奶大, 或者球会, 你会觉得很好, 我们刚才那三四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在外面, 我们都没有在那儿, 都没有在那儿玩手机, 或者每天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 把那个时间, 你会觉得有成就感, 不仅仅来源于你运动, 而且是你运动的那个时间, 你把那半个小时变得更有意义了, 因为就像我书里说, 你现在那么多证据表明, 你其他的, 我们花的大量的在社交媒体的时间, 只会让我们更抑郁, 只会让我们的情绪更低落, 就是那是正相关的, 你的screen time越长, 你的情绪就是越低, 你觉得你心情不爽, 你想玩手机, 你忍不住, 可是当你玩完了, 你发现你心情更好, 你往往是更不爽了, 对不对, 你往往其实更有意义了, 但是你去运动, 你那二十分钟出去走一圈, 或者玩玩球, 或者跟小孩子做的什么事情, 你会, 其实那, 那其实是很, 对你的身心, 对孩子的身心, 其实那是实实在在, 有益处的二十分钟的时间,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意志力, 然后来抵抗这个手机的诱惑, 去第一个意志力, 听得真的是很难, 我就说去找自己, 你觉得生活中有意思, 然后慢慢去尝试, 让你觉得低门槛的事情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最容易才能持久的, 任何需要, 长久经常我跟, 就大家问我怎么减肥一样, 我说你就做, 你觉得你的饮食和运动, 就应该是你认为, 你能坚持五年十年的这种, 而不是说, 我就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因为你有任何需要, 强大意志力去做的一件事, 你最后都会放弃, 然后必然反弹, 然后必然让你更frustrate, 对, 有道理, 我上次还看了一本, 关于意志力的书, 然后看完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他这本书, 其实虽然在讲意志力, 但是他是在反意志力, 他说人真的能长期做下来的, 因为意志力它其实是一种, 可能算是能量吧, 你用完了它就没了, 做得非常对, 对, 实际上最好的方法, 就像你说的, 你找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算很简单有没有关系, 但能够去做, 然后长期的去做,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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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非常好, 就我以前也谈到, 这个就是, 你按照那个什么, 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 你任何压抑的事情, 最后都会反噬你, 然后,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经常身边那些, 也有很多朋友, 工作很忙, 薪水很多, 工作也很忙, 双职工没有了, 其实我就, 我就最后就引导他们说, 然后也是说, 我运动小白, 最后我一个好朋友, 他说, 虽然我是运动小白, 但最近我喜欢跳舞, 虽然我跳的不怎么样, 但我每天跟在那个视频, 有十分钟, 很有意思, 最后就跟几大几个朋友, 周末的时候, 他们会约一个时间, 一起自己自娱自乐, 对不对, 我觉得就很好, 我说那这就完全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不用去, 你就是去发现自己, 不是去强迫自己, 而是去发现自己, 然后去支持自己, 而不是去强迫自己, 去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可能也真的很难, 对我们每天压力那么大来说, 就像你说的, 根本你的意志力已经用完了, 你没有再有意志力去干你, 不喜欢干你, 对, 对, 我之前在录播歌之间发了个圈码, 想问一下大家说, 对运动方面有什么感兴趣, 有个家长问, 感觉我孩子兴趣班开始得很迟, 然后感觉错过了最佳的发展运动能力, 并且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时机, 我很懊恼, 没有早点送他去兴趣班, 或者说有点内疚, 我感觉自己可能把一个好苗子给耽误了, 我真的如果听了我们今天的聊天, 可能应该就不会再内疚了吧, 对吧, 就是我们其实觉得应该是一个治愈性的一期, 不是说我因为自己干这个, 我想王口卖瓜怎么样, 我只是说这么多年, 你的科研的这些成果也好, 反思也好, 和其他的沟通也好, 你会看到真的如果你还有孩子任何阶段都不算完,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任何事情都可以开始, 而且这也没有后悔要可以去, 你说是不是我早一点他就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我其实客观地说, 我觉得你可能也想太多, 也可能这个东西真的, 那个前两天那个奥网的那个南南冠军Sinner, 你还发了朋友圈吗, 我说多励志啊, 人家打网球才打八年, 他以前是玩滑雪的嘛, 然后我说多励志, 然后又说我说多打击人啊, 人家才玩八年, 让你们这种什么四五岁就拿着网球拍的人, 觉得自己天赋比例的人怎么想, 所以, 但是你知道我想, 我当时分享那个朋友圈, 实际上是他在发言中, 其实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感谢他父母, 他说感谢父母的支持, 感谢父母的理解, 我希望天下的小孩都有这样的父母, 就是说能理解他们, 支持他们, 而不去质疑他们的决定, 因为他刚刚想高山滑雪不很厉害吗, 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滑雪了, 或者怎么样, 你要重新从头去打网球, 我觉得中国父母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如果这么已经强了, 我就应该继续干下去,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不就回答这个家长的问题了吗, 其实, 那个, 首先你不用自责, 因为你现在知道运动好, 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然后让你们都一起享受运动, 也不用自责, 他的天赋如果在那里, 不是你当个一两年能当个的, 我刚才举了例子, 对不对, 那如果他不是拿老天爷这个方案, 你要想着优秀运动员的话, 这也不是你一两年能改变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内疚的, 还有我也说过, 这是一个厚艳的事情, 人总会, 你这个问题就, 如果我当初选另外一个专业, 或者说怎么样, 我的人生轨迹是不是会改变, 是又怎么样, 那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吗, 我们也没有另外一个parallel的life, 可以compare我们的生活, 所以运动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去纠结这个话, 你会一直很怀疑自己吧, 很纠结吧, 但是如果你看到我书中, 其实在结束于那一章, 我现在都记得, 就是说, 我从来不会, 哪怕很多人说, 因为我就说我那时候没选择, 如果你去练那个足球, 可能会更, 我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美好, 然后其实运动只是一个平台, 它只是一个渠道, 这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任何时候, 你作为家长, 你有心提了这个问题, 你给孩子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他去体会和经历, 然后你也有他去陪伴, 去见证, 或者甚至是去参与, 我觉得就非常好,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后悔, 内疚或者自责, 其实不同的运动, 但其实它是相通的对不对, 对, 其实都是相通的, 哪怕技术都不需要重新, 你说那个Sinner, 他那个打高山滑雪, 这十年对他打网球没有帮助吗, 我在书中也讲到, 那个不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金和广的问题, 是要金还是要广, 你有一本书叫Range, 是一本畅销书, 大家可以看,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从心理, 技术, 你的各个方面来说, 所以就更验证了说这个事情, 而且它会互相促进, 你干一个事情, 让你转到下一个平台, 其实你会发现, 有一个节目让那些奥运冠军, 什么跳水冠军, 然后去打球, 然后要打, 你会发现他怎么换一个也能做挺好的, 他从来都没有玩过这个, 是不是, 他很浓, 浓浓会贯通的, 对吧, 然后对这个角度来说, 更没有必要去纠结, 那个, 是不是, 对的, 我正想到一个例子, 我之前温哥华有一个市议员, 然后呢, 他是被华裔的家长推着去做了注册冠军师, 你知道吗, 那他小时候就各种运动玩, 那也没有玩得很好, 然后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很喜欢速滑, 二十几岁开始辞掉工作, 开始去学速滑, 结果在三十岁的时候, 进了这个奥运比赛, 这女朋友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还是挺长的, 后面机会还是有很多, 就不要纠结于这个, 这几年是怎么样, 对吧, 真正的乐趣,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难道不是像我们俩现在, 我们也放下什么, 什么运动员的志念, 每天能去山里边溜溜, 觉得好好玩, 好开心, 这不就是其实真地所在吗, 就是走完这么一大圈, 你放下那个纠结, 你会发现天地更广阔, 乐趣更多, 对不对, 所谓目的也更单纯, 就觉得很好玩, 这是人生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经历和体验, 就是就放下这种执念, 或者说放下那种, 单英的那种成功价值观, 对对对, 你可以说要求我自己可以进步,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我们都想每次去年, 也想划得更好, 这没有问题, 你只是说放下一个外界, 给你的一个标准, 说我要去beat somebody, 要win something, 小朋友他们通过追求的那个, 也是说通过去那个过程, 间接地实现了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的那些东西, 对吧, 但是其实到一定年纪后, 我们放下那个执念发现, 其实它更有意思了, 然后对吧, 是, 那有个朋友说, 我的孩子参加了竞技体育项目, 却在比赛中并无明显的竞技体育精神, 这样的运动还有必要继续吗,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问题很像的, 他说我觉得我给孩子选错项目了, 现在观察下来, 可能早点给他做另一个项目会更有优势, 那我应该换项目吗, 如果孩子他还依然很喜欢, 他就是无所谓, 我就喜欢打篮球, 我就个子不高, 我也愿意去, 为什么不支持, 就是最经典的就是你就是需要支持和陪伴, 你可以提一点建议, 当然尊重他的选择, 那他如果愿意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思了, 然后我想尝试其他的, 我觉得家长也可以支持, 但我觉得要避免的就是说, 就像我们开始说的, 你给他设定了很多那种你成绩去衡量自己, 他的乐趣完全来自于成绩, 那他必定会发水的, 他必定会在某一个阵段说我选择项目了, 因为成绩总会到天花板, 然后他会发现我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厉害,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那个, 不管是不是坚持下去, 还是换一个赛道, 你都要给他那种自我成长型的思维, 去体验的这种思维, 而不要给他这种太多的那种以成绩为导向的, 那个必定就是会frustrate的, 必定会有很强的挫折感, 他必定也会失去兴趣到最后, 因为他就无外乎, 成绩提高我就有兴趣, 成绩不提高我就没兴趣嘛, 你要保证一直在这个思维下的话, 他就会, 他终究就会失去兴趣, 是不是? 所以关键就是说, 一个小孩本身自己喜不喜欢, 然后第二个是小孩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进步的乐趣, 他没有竞技精神, 但他喜欢玩hockey, 那其实也应该支持, 因为这过程中他可以进步, 对吧? 而且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 以前我们喜欢说教练看一下就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天赋, 其实很难, 因为等一下平时当时大家都说哪有那么爱打乒乓球的嘛, 那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不是这个小孩说我喜欢我要打,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心里这一块, 在很多他的一些在你最常见的, 我书里也讲了很多显性因素之外的因素, 是很难一眼就看出来的, 或者谁就能看看说你适合干这个, 不适合干那个, 一段时间也可以, 我觉得几个月半年很有经验的教练, 他会可以给你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但很难有人就一看一看你, 就说你适合打, 但也有很多很矮的个子的人在打玩, 那天赋太平靡了, 他其他方面的天赋太平靡了, 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 他就说我就要负责给孩子选一个最适合的, 就是你现在周围, 就我们在这个地方, 对你们来说就是钉球, 我们其实这也是, 就是因为有冰雪项目嘛, 就是环境是什么, 有什么fit我们的family schedule, 然后呢有几个选择, 让小朋友他自己愿意选那个去尝试, 然后你支持他, 引导他, 然后完了他, 他放弃的时候, 你分清楚, 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放弃, 你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我又想更想尝试的, 更想玩的, 你就去特别是在你比较年纪比较低的, 觉得让他去换赛道挺好的, 让他又去看看其他方面, 对吧, 但要注意就是说真的是他觉得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不是因为什么队友啊, 教练的原因, 真正是因为这个项目他想再去尝试一下,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家长去支持, 不要自己很, 我们都会有自打, 我觉得你更适合这个, 或者你选一个我喜欢的, 我书里也讲到那个叫什么, 忘了我取了个什么题目, 什么最初的三层境界吧, 一个是第一个境界是你喜欢什么, 你引导孩子去, 那挺好的, 对吧, 你喜欢打球, 你说那我小时候就让孩子陪我踢地球打打球, 第二个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这个是第二种境界, 就是孩子说我想要A, 你虽然觉得A不是你最喜欢的, 但是你支持他, 第三个境界的尊重他, 第三个境界是用孩子的兴趣引导自己的兴趣, 就是不仅我支持你, 而且因为你选择了这个, 我也愿意去自己去学习投入, 甚至自己去尝试去了解, 就像我们说的, 必挖反击了, 必挖反击一下, 其实这个才是更好的境界, 因为孩子会preciate, 孩子会觉得, 这个妈妈, 我可以和她一直聊这个事情, 我可以和她一直参与这个事情, 她懂我的事情, 她懂我的跟她聊的话, 我觉得这个境界, 我很佩服美国家长有些时候, 他们能做到, 就是孩子干一个事情, 他们就能, 他们就能说, 好行, 那我来学校, 我来当你们这里的什么, 或者当个volunteer, 或者有些时候当个助教,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应该, 自我激励的一个目标吧, 对吧, 我以前看到那个新闻是, 那个妈妈陪孩子弹甘情, 这个妈妈弹甘情也弹得很厉害, 对啊, 所以我就说最后, 其实被挖反击是一个褒义词,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被挖反击, 这个词特别好, 被挖反击, 我经常跟我朋友说, 我说你要挖进你的挖, 不是你的挖, 你能五十几岁去学滑雪吗, 现在每天上瘾, 天天周末往山里钻, 最开始也不就是因为送挖的时候, 觉得实在太无聊了, 在那儿等着等七八百小时, 明天学地, 因为疫情也不能进那个屋子里等, 就自己去学一学吧, 我说无意中被挖反击了, 然后结果现在, 感觉生活打击很强, 就觉得很强烈, 那今天的节目我就录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燕子这么多的干货, 然后如果大家对运动方面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欢迎给我留言, 然后呢, 我会在show notes上写上燕子老师这本书的购买链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购买, 谢谢大家, 谢谢贝贝的邀请, 这期就到这里了, 再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